大家好,星期五,9月10日 情況如下,相信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時候,未知同妹能否保釋 寫於保釋避拒之前 改了一個控罪,一會分析 本來說外國代理人,勾結外國勢力那條罪 四大罪中重要的罪 現在不是,顛覆而已 排斥顛覆,煽惑,顛覆這些 我那些就是了 人也是,每個人在上網 共產黨,習近平,賊婆,大阪強 都可以說你顛覆,煽動,煽惑 國安法四大罪行,分裂國家 現在就沒有了,當然你說,你腦裡想著 我看這個壞樣都是腦裡想著 整天要獨立的,拉救我們 這樣就算了,沒有人做了,對不對 這樣呢,煽惑,這個最討厭的了 但他都拿著來,阿派筆,阿傑斯 運勾了一整年,大阪強只能如此 勾結外國勢力就是嚴重的 當然也是很好拿來做宣傳的 即是他要跟國內的紅粉交代 即是要做大內宣,也都很跟香港的 暗家產交代那些 即是頭腦生了蜘蛛網的 所謂愛國人事交代,就是因為 什麼,宣傳了幾十年,是不是 宣傳了幾十年,是美國人搞的 很多證據的,那些藍絲KOL 頭腦,生小蜘蛛網的,照背 但是問題,Facts呢? 你給一些實質的東西呢? 沒有的,到今天都沒有 最詳盡就是,東方日報了 我和你都看熟,我有看的 我不會說不看的,這樣就看看 就看看吧,擠些東西也好 有些東西而已,不是犯法的東西 也好,吃飯,那些說是犯法的 不對的嘛,是不是 好了,我現在在等的 有什麼堅要,大哥給我看 我都說不是我自己錯的 不能夠說幾十年,屈了老公 原來有很多證據在手 很多理由是要做到這麼契弟的 原來沒有啊,原來沒有啊 好了,還有一樣叫做恐怖活動 現在就,你扔磚那些 現在數屈都好屈,這樣就算了 反恐法呢,香港,一向都有的 而且有國際標準的 要過得入,你都看過不過得入 這些就,我們不要多思考了 但是問題啊,阿彤彤這件事又是如何呢 第一個情況,現在應該是說保釋的了 在保釋之前呢 同會發佈了這個,在保釋避拒之前 在Facebook揭曉的文章 保釋避拒,怎麼寫定文 這麼厲害啊,是不是 應該是啦,他都猜到會保釋避拒 可能他那月前日,即下週去遞訊就拘捕了 這樣就是,阿彤彤就看到,對方一定是贏的 但是,換點時空都是值的 這個,真是,原來熊統寫東西 或者怎樣表達,是高人來的 原來,有專業作家的 即不是那些能夠KL6的能力 表達一個概念,一個意念 他就說,面對力量懸殊局面,反抗者 或者不能全身而退,可以的 快點乾淨,敵得摸就可以了 但是,難度,順福 就能夠護右身邊的平安 走了那些,什麼桑普啊 蕭山啊,劉細良啊 你那個去了英國那個叫什麼呢 你們,你們要聽這句 你們走了,我都很害怕的 我還留在這兒這些,害怕的 我先吃的,雖然我從來都說,有招一天 但是沒有,那些這麼紅的,賺了這麼多錢的KL6 你不撐,走了去,我心不安啊 黃毓民這些,乾弟 我心不安,走了去 那你就,你要明白,其實後面那些 那你說,關我什麼事呢 你們曾經站在前面,裝了東西嘛 還拿了很多PATRON嘛 不太適合,是不是阿哥 我不是想賺這些錢,但你們賺過嘛 賺了嘛 現在還想啊,有人PATRON你啊 是不是很肉酸啊 趙善軒,去了英國,還有誰啊 阿哥,算啦 那些,我都是做了片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麼多行家 我以為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多人 可以賺到吃的 原來真的很多人賺到吃 又怕死,又可以賺到吃 我這麼勇敢,竟然是普通 不過不是,OK的了 太紅不太好,現在我開始害怕了 開始多人看我,我其實害怕了 周恆彤就提到 面對力量而言,反抗不能夠全身而退 你反抗,其實好像他一樣 那你順復就保佑你身邊的平安嗎 他其實就是保護了整班中年人 那班老廢老,廢松廢老,是不是 那班選過,吃了幾十年 他沒有啊 所以我說我最服他就是這樣 他和現在被人拘捕的那七個 都是普通義工而已 隨時他們做 威就是那些明星出去威 以前阿熊仔,陶君行那些都退了 梁耀宗,我老友 又退了,縮開了 時窮之驗就是這些 大家要記住這些 不要說我經常罵他們 大家要記住 因為我不想以後再有這類 欺世道明,找笨拆 我三十年前被人說了三十年 說你不團結了,教訓 我只是說一件事 你不肯是那件事就不要裝 唉,不要騙人 我三十年前看到你們最終一有事 就是閃,果然閃光了 害到我們一個新的女神出現了 她可能想做 我們應該給她 應該給她名為彤彤的 我們完全欣賞她的 我不會同情她 不要像師生這樣 混蛋了 以後做不到大律師 淒涼了 就是這樣 不會 我尊重 我做不到一定是尊重 但我不是做不到 叫你不要做 還是踩你 你做得更好 分清楚這些就行了 你不要怪我長氣 因為不是那麼多人 肯用一下腦 自己想成黃糕 現在真的給大家一個相片 因為這個相片 就是新一代的相片 他們才是新一代的魔徒 我們那一代 欺世動明文賊那些 都掉了 我們那一代一定改變不了世界 雖然我們好像很多理論 很多理想 改變不了世界 我們的希望是這些新的人類 梁天琦 被人抹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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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抹黑過是鬼的 現在的彤彤 你那個劉細良 你那個劉細良 你那個姜說他是鬼 你那個蒙世澤 你也說他是鬼 你們就是懦夫 一定的了 人家不是鬼 看到你看 就坐吧 現在準備了 不得坐 而且其實他可以輕一點 他就猜一下 給些資料 好像大聲抱 好像陶君恒那樣 給多幾個禮拜 原來作些事 大家很交差 我們真的沒有 然後找些中間人去游說 不要這樣 大家都不要看 我們的是沒有 有都說沒有 或者甚至是篤灰 不知道他們怎樣 你不要亂說 就行了 就是 為了自保 就篤灰 這些一定是別的 你想想歷史上 會怎樣看你 其他人怎樣看你 人都是 其他人 就是所有人 一定讚賞 彤彤 昨天幾個列女 他們的表現 因為每個人都做不到 我們真的做不到 你做到 我們很想做不到 你們做到 最少讚賞 崇拜 不要說讚賞 純復 就是讓他們更輕鬆愉快地達成目標 就是嚇咬你們 right terror的目標 是吧 我最少阻礙他 我真的越來越卑微 怎麼阻礙他 都是阻礙他 不怕你的 是吧 想怕都沒得怕 不說都說了 好了 這個小小的反抗 就是多少保護我們的同伴 我也有這個心態 有沒有比我更差呢 KOL呢 留在香港呢 多少都有 沒有我這樣的條件 有條件的 兒子老婆亂之類 是 我都明白的 有些老友 低調了 但是沒得說 對不對 我還有條件 表現得硬正一點 當然不夠 因為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 令到他的條件做這件事 你叫我做他 代他的位置 就不敢了 但是 所以更加要欣賞這些人 保護我們的同伴 給他一些時間 空間走路 是不是 死事要走路 我們覺得值得 這種情操 你真是沒得說 對康 將壓碎 我們這塊難路石 環石 激流的環石 這些叫做 激流環石 大家認識這個成語 即是 阻不阻水 但是你要沖走這塊環石 在21千幾百年 反抗本身就是凝聚力量 更多的難路石 會有機會成長 更多的難路石 我們仍有鬥之 就未為輸 香港人不要認命 等於快生 我又不認識他 即是 不叫認識 問題是 他也是叫大家不要害怕 但很多人就害怕 走了 還在這裡 我心安處 原來 你不走 你當然是鬼 這樣也不走 有些人真的不走 同會就是 你說是鬼 那 看看昨天 昨天就沒事了 就抓了 張光都抓了 全部都抓了 就沒得解散 可能只是撐他 就沒得解散 支聯會 但沒得解散 就去搜那些 相片裡面有很多張 我都免得選 有機會再貼出來 是吧 我最高興見到 司徒華公仔 都被人本收那張照 哈哈哈哈 其實那個 很有諷刺意味 才說是愛國 愛國你都 紙牌被人拿走了 那 我最高興 其實 發覺他是被控 煽動 支援 不會 告李翔仁 政府主席 寫了一封信 很囂張的 不合理的 很禮貌 不合理的 要請 蕭先生 警務處長 你撤回 人家不肯理你 然後告你 說明告你 李翔仁 何俊仁 政府主席 周幸彤副主席 為甚麼沒有 留下一個對話人 他負責拍照 蔡葉葉雙 昨天在拍照 拿著鏡頭 被人打爛了 你幹甚麼 你死不死 這就讀 蔡葉雙讀羅 你知不知道 香港也有LLB 我在那裡見過他 煽動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 即是四件事之一 這件事 煽動這件事 廣明輕極都五年 可能就 跟那些那麼囂張 屈你幾年了 所以原來他 他故意在最後拍照 我看看日落 有了那個意味 我預料 他會比較清楚我 我經常看這條安法 我經常看過 不記得那些 因為我不是律師 不需要記得那麼實 那被告金草提堂 希望我 這次猜錯了 他們可以保釋 老共強大則強大 但現在也看到他最虛弱 最沒辦法的時刻 我又要看回 那些正面的訊息 這幾個就顛覆了 顛覆支聯會 一向都顛覆的 大家也不用緊張 那我整個開心的地方 如果這樣說 支聯會顛覆 去年去真 維園 最後還要去維園 那些 繼續認同 劇速六四 不顛覆 美國領事館都顛覆 點蠟燭 今年還要點 是不是 這些人全部都顛覆了 因為你認同支聯會 那就可以顛覆了 對不對 所有人都犯法 即是沒有人犯法 所以當然 你拿到國安藝兵 彭寶琴 那些混蛋 那裡 將舉令在上面 收到指示 收到北京電話 一定要判他有罪 他們只能夠 只會判他有罪 這些不是納稅法官的事情 請問 有些人我來到你面前 我都不會說太多話 太契逮了 快樂事 你看過出去 那個出局 偶倫保審盡出去 看法官的 那些死樣子 那些納稅法官最後的死樣子 你遲早一天都是這樣 你這樣也判他 今天正常 哪個官都要 不過一定是找國安法找官 應該不會給他保釋 因為如果給他保釋 就不知道 是搞笑 因為 那你何必告他呢 何必拘捕他呢 昨天 拘捕他 就不會給他保釋 就好像快必 好像那47人 總之就困住再說 暫時就要失去自由了 大批展品 支援會 你看見都很少 拿手的那些大公仔 又凍結了220萬資產 這麼少 當然支援會有很多錢 也不欠他錢 那些錢有沒有外國的錢呢 一定有的 那怎麼辦 全球華人都捐錢 那你收不切的 尤其是這些 是吧 那 那怎麼辦 究竟現在搞什麼 啊 我講一些樂觀的事情 你這個劇本本來就要 嚇勾他 然後叫他套他 講勾結外國勢力 我以為是 豆瓣強 現在還不是豆瓣強 照計 還有李家超 李家超好像很低調 知道黑夜 可能 那豆瓣強拼命 因為他還可以升 兩級啊 所以拼命 什麼都要做 好了 告不到啊 看來就是沒有證據 你最緊要就是 告到勾結外國勢力 即是說他是外國代理人 這件事情 完全有分別 大家明白嗎 大家想想明白 是嗎 你告我勾結外國呢 我就真的 除了Youtube 是美國人機構 我沒有的 一元美金都沒有 一元沒有 就是我沒有任何 朋友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不知道 可能有美籍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美籍 應該沒有 有沒有跟外國聊過 沒有啊 都沒有 他們全部有啊 都不能夠說人有罪 哎 即是他們時事見外國的朋友 都不等於有罪 見到 被人見到都是這樣說 那你一定有些實質證據 你勾結外國勢力 你是外國代理人 代理人的意思還是agent agent的意思 agent前面有個principle 主事人代理人 是吧 主事人指示你 然後你就代理主事人去做事 這樣就知道principle and agent 是吧 抄襲不抄襲 這些是common law的觀念 我就很清楚 我教的 principle and agency law 你要證明這些東西 因為你是用了這些common law的concept 寫在你的國安法裏 那你去到法庭 suppose他要解釋完 是 那我想 你都不用了 你叫大波華 他都很多聲氣 你先證明 你先證明什麼 就是了 你唸他有罪 我叫張俊能判他有罪 一起關閉門去吵架大阪強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要這樣啊 你不懂法律 你讀那兩個星期 法律課程 沒有了解大阪強 家超 你們不是太了解了 agency law 你要證明 agent principle and agent 的relationship 之類 那你有那個chain off acquisition 一堆的東西 他不認識 總之說他有罪 那 糟糕你了 你答應了北京而已 我沒有答應 你看到這些矛盾 那你現在玩强 炸壁 打電話當然是找自己的線 那他的線應該就是 我沒面子 你沒面子 那一定要釘他們的 那現在是阿習 阿習那個 一定要的 那一定要釘他 硬硬釘 沒什麼要做 就是想不到 怎樣說的人 勾結外局實 你看到周恆彤 也馬上說 哦 江堂鬆了 原來那個顛覆 顛覆 誰都顛覆 你叫那句說話 顛覆 我也叫過 近年沒有 以前一定有叫過 是不是 那怎麼辦 幾萬人坐在維園 叫的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 那就顛覆了 這個是一個問題 說你是這樣 那你包含一法正義罪 你不怕辱孫 就做 繼續 那些官員又要好辱孫 他們不想這樣 又不能讓我示範 即是想到 開頭叫那幫人做國安法法官 北京 叫張舉能 基本上我們要跟 基本上我們要有足夠證據 基本上一定要有理由 是不是 你們要做的 只不過 較為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 是不是 跟全世界的法官一樣 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 不是再站在人權 什麼的立場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不會強行來 不會屈得屈 是不是 不用叫你好像國內的法官 那樣 如果你說國內的法官這樣 黨委聲令一聲令下 你就要跟著 是不是 完全違反良知的 這樣 那你就知道 張舉能 你明白嗎 國內的法官 你交流這麼多 你總會明白 你什麼彭武琴 你明白嗎 雖然你是警嫂 你是契弟 你是警嫂有殺立場 有偏見 不可以過分 是不是 不可以過分 而且 我相信老共 不會的 你們都要解得通 令到你們這樣 現在越來越解不通了 很多事情 因為他的政治需要 要先拘捕 然後要告 你們唯一就是 你搞清楚我才判他有罪 現在大餅強就叫 就問了 豆瓣強就問了 律政司 是 肥華就說 不行 多少有些證據 總之 我們看到就是這樣 其實最傻鞠 原意一定不是的 就是希望勾到一些線出來 就是跟外國有關係 老共最希望都是這些 現在我們最樂觀的是 原來這裡勾不到東西 勾不到東西就硬說他顛覆了 所以阿童妹當堂舒服了 原來不是顛覆 那是鄭若驊 鄭若驊都知道的 喂 你查到東西我才能夠告他 你不能夠沒有東西叫我告他 而又要我告入的 你去問張舉蘭 我就不說了 到時你給我什麼我就放在法庭 你給我什麼就是警察 你負責檢控查案的人 查案的人 你答應了沒有 還是我 不是我答應了 我們始終要依法辦事 好了 依法辦事我也可以的 因為你 唐英傑都是Muffin一支旗 又是顛覆 那裡不只一支旗 是幾千支旗 劫出一檔專政 是不是 唐英傑那個標語 只不過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都沒有觸碰過中共 現在支聯會的旗是 劫出一檔專政 是 建設民主中華 當然是顛覆 你不斷官出來判 你一判 全世界 是影響全世界的 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全世界華人都叫過 這個是好 是不是都去過六四集會 全世界的人 華人 都覺得自己 你呢 我愛過 很多人很幼稚 就好像支聯會 開頭的那班 哥 那樣 我還愛過你共產黨 是不是 最終 你 你不會說我有罪吧 何俊仁 阿仁哥 你去保釣 這麼危險 差點死在釣魚台 是不是 十六年前 你都以為我做了這些事情 在老共的心裏面 我始終是愛國的 是不是 跟你共產黨不妥 一向共產黨表現出 你是愛國就沒問題的 你反共產黨 共產黨罵不倒的 這個是鄧小平說的 他們都跟著的 鄧小平如是 江澤民如是 胡錦濤如是 現在出了一個 出了一個 為你 這樣就不一樣了 那怎樣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過這樣 我說上帝要知滅亡 必先令之瘋狂 我相信現在就看到 他滅亡之前的瘋狂 這陣子就是這樣 那意思而已 人哥 現在告人哥 告人哥 你做人 那好不好去過 證明了一件事 反而年青人那個 對 我們要反共 反到底 我們就說香港 要本土 可以說要獨立 為什麼要這樣說 完全對他失望 全球華人都是這樣說 不要 再寄望共產黨 自我完善 會改變 會有紅貓派出現 出了一個集齊名單 這些全部都廢 他怎麼想就是他的事 但是呢 你們一廂情願 以為我愛過的 他就會 包容我呢 沒有 一告支聯會 不單止是影響這幫人的 你想想北京的市民 他們是知道的 一直都知道的 支聯會當作是愛國的 天安門母親這些 在北京 他們正在動的人 是呆了 整個價值觀崩潰了 是 哪些人沒有覺得 對就好了 本土派 13年開始就叫我們 切割 不要再搞 悼念什麼 什麼 陳文根 老師 不要暴念 誰知他死了 他是中國人的事 搞什麼 六四叫悼念 原來我們對 我不是想今天再說風涼話 絕對不是說風涼話 我都不希望我對 結果原來是我們 我們對 本土派對 根本我們就不應該去悼念六四 不應該用悼念六四 來顯示自己外國 你的敵人 不是去到一個level 是懂得 respect敵人的level 以前還好啦 莊澤民 現在習近平是鄧小平都否定 當然他會否定 到此他就否定了鄧小平 否定了江澤民 否定了胡錦濤的對香港的整體路線 當他否定支聯會的時候 為什麼呢 支聯會一直存在的 是前幾任都容許 那些口號叫 叫到殘 叫到熟的 全世界的華人都叫那些口號 一直容許你 共產黨罵不倒 今天不是 反台 是反台 所以 我是捉大板強 你也是一坨屎 豆瓣醬 豆瓣強 你真是一坨屎 你懂不懂我講這些 明白我講些什麼 你只想著我做事 我做事 看你什麼時候撞板